陆总 你看 你有话好好说不定 你去站站我来说 不用离那么近 陆总好 小杰 把手机拿出来 别报警 算一下 车辆清洗费 精神损失费 乌工费 住院费 医药费 还有营养补品费 其他的忽略不计了 各十百千万十 十三万 你别想惹我啊 陆总 我刚刚可是听到医生说了 并无大碍 这不行 我实在没有力气跟你争辩 这样吧 小杰给李律师打一个电话 让他们聊 李律师肯定是睡了 别打扰他 陆总 你看 你有话好好说不定 去站站我来说什么 不用离那么近 陆总 你看啊 你这个头呢 是在爆炒天下 蹦连一下对吧 世景起呢 是因为醉酒男子 不给王阿姨钱 于是我就跟醉酒男子 打了一架 那你这个钱是不是应该 去找王阿姨要 那如果王阿姨没有这个钱 我还有一招 你可以找我爷爷要嘛 我爷爷跟王阿姨他们 是一对黄昏恋 他们这么大把年纪的人了 肯定是有一点积蓄的 你说我说对不对 像你这么没良心的孙女 我还真的是头一次见 给律师打电话 别别 我 我还我还不行吗 真烦你这些大老板 请了律师不用跟亏着了似的 那你倒是还呢 那修车的钱拖到现在了 我也没见着 那情况你们不是也看到了吗 我刚升职然后就失业了 不过我顾身难说还 我一定会还的 分期付款 分期付款可以吗 倒是有一个比分期付款 更好的还款方式 甚不行 甚不行 用不着你的事 把这个签了吧 做菜还款协议 早就备好了演证明出戏 干嘛呀 戏精 等等 把你的详细信息 家庭住址联络的方式 在旁边空白处写清楚 星座深宵数项八字 性格匹配度要给你写上吗 这个可以啊 这个可以啊